中超传起训,又依机动人心合作正式落地,全建议外城市范,抛开中国足球整体发展水平不说,中超联赛的影响力确实日益提升,之前几年,中超烧钱让欧洲足坛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这两年,中超聚乐部投入趋约理性,不管被动还是主动,整个联赛在这个过程中会越来越健康的发展,最终带动中国足球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 中超联赛 中超联赛个人秀也会引发国外解说员,球迷的尖叫声,这就算是阶段性成功。 上赛季,中超海外版图增加了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等欧洲国家,覆盖范围由71个国家和地区增至96个国家和地区。 最近,又一击动人心的大合作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知名体育媒体ESPN加入到直播中超的队伍中,ESPN宣布,将在美国和巴西直播中超联赛,至2020赛季结束。 这标志着中超联赛海外版权版图进一步扩张,ESPN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影响力,ESPN加入到直播中超,大军也说明对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的重视。 当然,他们肯定有力可图,不少球迷说,国外直播中超,有人看吗?收视率如何?其实答案很简单,如果无力可图,中超海外版权版图,也不会一步步扩张。 中超又传来了喜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慢慢接轨欧洲高水平足球联赛的过程。 之前,保利尼奥从恒大加盟巴萨让欧洲足坛,重新认识了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对于中超联赛来说,这是一种激励,激励各俱乐部更好的经营足球,激励球员们踢出更好的足球,因为球员们有机会得到全球媒体、球探、国外俱乐部的直接考察,说不定最终可以像保利尼奥一样由中超直接加盟欧洲五大联赛豪门呢? 当然,这个局面也对中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规范化发展,天津全舰最近意外成为示范,这种示范并不好,维特赛尔和莫德斯特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谈论,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全舰损失惨重,目前只能以双外援应对各项赛事,直接原因就是合同存在漏洞, 当欧洲聚乐部更多的关注中超,这些问题就会被瞬间放大,就会被钻空子,虽然全舰有损失,但对于中超联赛的发展来说,维特赛尔转会来得很及时,可以让全舰和其他中超俱乐部有更深刻的思考,该百分百规范化发展了。 简单来说,渐渐国际化的中超对各家俱乐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学习欧洲俱乐部先进的管理经验,未来,我们不仅能引进出色的外援,还能在外援的进出交易中获得经济利益,这才是一个健康联赛该有的姿态。 中超任重而道远,发生在全舰身上的维特赛尔和莫德斯特事件,就是值得好好总结的案例,经过这两件事情的处理后,全舰会吃一切长一致,未来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中超义是如此。